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的節目,我是Amy 家中有舊物件不捨得擋,但又不復往日作用 近年除了興起將舊物改造成珠寶,更有裝表成畫畫的生意 一起去片看看 九五後的山東女仔林西,由英國留學回來之後 成為了一名拆解裝表設計師 這個職業是做甚麼的呢? 講白了,就是將陳年舊物的零部件拆下來,再設計好标起 別提笑這個職業,林西可以說是這個領域喝頭蛋湯的人 要熟悉每一件電子產品結構 他拆解的時候,會一邊查閱資料學習,一邊用手實際操作 據悉,拆一件電子產品的費用要上千元人民幣 如果電子產品複雜,但設計費都要一千元人民幣起步 價格由五百六十元人民幣到兩三萬之間都有可能 大家可能覺得,這樣的價格會令人卻步 但林西的工作室仍然不停接單 三年來協助一千多位顧客,將手機、手錶、轉介、牙刷等 將舊物拆開之後,裝表成一幅幅藝術掛畫 高顏值,加上精湛手藝 令林西直播過程當時收穫大批粉絲 林西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因為這些舊物件剩在一種情感 可能是對已故親人的懷念 亦都可能是一段奮鬥經歷 每件背後都有一段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所以人們願意將這份情感被拆解留念 加上目前,很多手機生產公司 將手機拆解裝表列入了標配 對舊物拆解保存 有助解決電子暴廢問題 或者用另一種方式 將產品質量共治與眾 為二手電子產品運到很歸縮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多謝收看 MING PAO TORONTO